牧师师母 弟兄姐妹平安 我感觉我好像代表那个藏青族的要上来了 真的很谢谢教会 我想我们小组每个姐妹们应该都跟我很有同感 其实来到教会以后在小组里头 我们因为经常彼此的勉励 经常鼓励 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像随着这个年级的增长 其实我们都年过半百了 但是上帝好像让我们就是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潜力啊 能量的都一一的被激发出来 其实你知道年纪大了 有的时候我们都还是会有梦想的 但是我们也常告诉自己说 哇你这么大年纪了 你的梦想会不会变成妄想 但是感谢主 其实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这个年龄在神的眼中从来都不是问题 那摩西是八十岁 才被上帝呼召成为领袖 所以如果神真的要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做一件美事 我觉得他要恩待谁真的就恩待谁 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 我从五岁就开始唱歌 算一算到现在年资应该也有五十年了 我们这边有在老宝局上班的 二十五年就可以领那个老人年金对不对 我已经double了 但是我就很喜欢唱歌 但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唱歌 可是真的谢谢教会 我记得十年前我来到新城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在敬拜团从筑唱开始 我就慢慢的找回了对音乐的那种热情 然后慢慢的找回了信心 然后更奇妙的是三年前 有一个老师 他是国内流行音乐界非常知名的合音老师 他是福音歌手 他说他在祷告当中 他想要找一个partner 他说祷告中出现的名字 就是我的名字 我跟他并不熟 我真的很谢谢上帝 在他祷告的时候 上帝跑到他的耳朵旁边 跟他讲了我的名字 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三年前 我就跟着他一起配搭 然后成为了福音歌手 所以我非常珍惜 现在我能够有机会 透过诗歌到很多的教会去分享 我觉得这就是神 很多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 我相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 其实不管任何的阶段 不管什么年龄 哪怕是一个挫折 或是一个低谷 我认为那个都是神 祂对我们的心意 祂都是要来祝福我们的 我接下来要带来一首诗歌 叫做《我深深渴慕》 我想我们妈妈小组的姐妹们 在这个歌词的部分 一定会跟我一样 非常的有感觉 用这首歌 跟大家共同的勉励 也用这首诗歌 祝福大家 谢谢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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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历 音乐 音乐 合作曲 詞曲 李宗盛 以為夢醒就不會哭 以為忍住就沒痛苦 只有走過遙古才明白 你臨雲行幾世荒蕪 你應許做我永遠的父 我的名字你都記住 就算生命沒有路 我還要拋向我的主 我可母 我深深可母 為神能盡盡抓住主 我拿什麼能報答你 千選我 藏在你隱蔽處 我可母 我深深可母 直到年老 我還要讚美主 周星走向宅門 釋迦道路 而這滿足 那個不是耶穌 你應許做我永遠的父 我的名字你都記住 我的名字你都記住 就算生命沒有路 我還要拋向我的主 我可母 我深深可母 我深深可母 直到年老 我還要讚美主 我可母 我深深可母 直到年老 我還要讚美主 倔心走向宅門 釋迦道路 恆的饅頭 —眾的幸福 耶稣 祝祢为何要牵涉我 祝祢为何那么爱我 没有想过爱那么多 为主用我一生怎么活 我渴望我深深渴望 我一生能紧紧抓住主 我拿什么能报答你 谦选我藏在你隐蔽处 多渴望我深深渴望 直到年老我还要赞美主 我深深渴望我 耶稣